本月3日据韩媒报道 演员江景俊因涉嫌在去年12月26日 与有夫之妇A某发生婚爱情而被弃诉 原告称江庆俊明知女子A某有家庭 仍与她发生不当行为 破坏了一个家庭 要求赔偿5000万韩元 起诉人主张江景俊明知自己的妻子是有夫之妇 但还是发生婚爱情 事件爆发后 虽然当时的江景俊否认了指控 根据诉状 江景俊和起诉人的妻子A某 同在S房地产中介公司任职 甚至在同一层进行办公 起诉人主张江景俊明知道A某是有夫之妇 还是和妻子A某发展了婚爱情 据悉起诉人A某还提交了 能够证明江景俊和妻子A某婚爱情的证据 对此江景俊方面感到非常惊慌失措 他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不知道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 这中间应该有什么误会 当被记者问到起诉人A某主张的婚爱情等 是否为事实时 江景俊面录不悦 说道 我为什么要把这些告诉记者你呢 当天 江景俊的所属经纪公司KSTA Glow out方面也表示已确认江景俊于今天收到了诉状 从起诉内容上来看嘛 双方存在着误会 本司将按照顺序进行对应 不过没想到的是 江景俊出轨一事与八日闹到媒体版面 韩网娱乐新闻前十名都是他的消息 面对露骨聊天内容的公开 公司回应紧急切割 公司内部原本想确认上午报道的内容 但因为是有关演员个人私生活的内容 所以公司好像没有可以回答的部分 接住补充到江景俊和公司的专属合约 已经在2023年10月到期 在拍摄超人回来的期间进行支援 正在讨论延长专属合约的问题 但是这次事件发生后 决定在解决之前中断专属合约延长的讨论 对此事件引起社会争议 再次表示歉意 而态度反转主要发生在1月8日 韩媒体育朝鲜独家获得了江景俊 和A某使用Telegram聊天软件对话的内容截图 经确认两人多次互相发送暧昧短信 在Telegram上A某说想你 江景俊则回答说想抱抱你 一集江景俊发送我爱你 XXA某爱称我爱你 A某则是用害羞的表情回复 除此之外 江景俊还发过我不想独自喝酒 想和你在一起 喝酒只是借口的文字给A某 随着这样的对话被公开 江景俊目前的行程规划也全盘停滞 江景俊在2013年与张神英在《经济花》中 两人健身情愫开始恋爱 由合作发展成为恋人 经过5年的热恋 2018年5月26日 两人举办婚礼 张神英过去曾有过一段婚姻 2004年 张神英在拍摄电影《当春天来到》时 在朋友介绍下认识了经济公司BOF理事卫成者 并与他相爱 见到年轻美貌的张神英 哪个男人不心动 很快两个人陷入热恋 2006年 两个人正式办理结婚手续 当时女方也是疯子结婚 当时张神英才22岁 结婚时间挺早的 这段婚姻外界都以为是寒家人翻版 2007年 张神英诞下一子 2009年 张神英与世未成者离婚 儿子正安抚养权归张神英所有 其实二人离婚的原因是钱 前夫在未经张神英统一的情况下 填写联名担保贷款 二人发生了法律纠纷 这场婚姻结束的并不好看 这段维持了三年的婚姻宣布告终 离婚上双方互相攻击对方 除了内币欠款 还有争夺孩子的抚养权 女方在法院上表示 因为男方原因导致的离婚 申请独自抚养成人 那个时候男方创业失败 破产舆论一直都站在他这边 认为张神英这个时候离婚是落井下石 等到两人办理了离婚完料之后 张神英以欺诈罪将他告上了法庭 这时公众才知道事情真相 但其实这五年时间也消耗晚了 张神英做女主角的可能性 离婚时 她已经成了个婚姻失败的单亲妈妈 凡为什么的就不能再争取了 不过这时她已经别无选择 选择重新出发 事业上恢复还不错 先后参演不少电视剧 还参与中韩和拍了一部电影 那部戏女主角是秦海璐 2011年主演的太阳的新娘 还被翻译到中国 算是职业一部重要代表作 剧中的那个女主角经历过人生低谷 靠自己努力完美逆袭成功 从一个灰姑娘变成霸道女总裁 充分展现演员的演技 张神英在韩国的人气上升 后来独自育儿的张神英遇到了蒋景俊 据说还是女方主动表白 同年8月两个人向媒体承认约会 如果别的明星公布恋情 但是两个人公布恋情之后 粉丝们都十分的紧张 原因是两个人条件差距有些大 女方离婚还有一个孩子 世人都认为女方配不上他 男方应该找一个更好的 尽管最开始遭到了 蒋景俊家人的强烈反对 张神英表示 蒋景俊的父母非常难相处 然而蒋景俊并没有就这样放弃 和张神英的爱情 他选择顶住压力 继续追求单亲妈妈 两人参加的真人秀里 当大家看到蒋景俊反反复复 擦掉又重写的求婚信时 不少人为他们的感情泪流满面 蒋景俊在信中说 五年前的一天清晨 你对的表白是多么的颤抖和心动 读完信 蒋景俊递上戒指 他对张神英说 我开始谈恋爱了 但我想结婚 张神英打动蒋景俊父母 有情人终成眷属 但当时得到父母的允许后 张神英和江京俊的感情之路 并没有就此一帆风顺 两人还有另外一种阻碍 那就是张神英的儿子郑安 张神英和江京俊就这样约会了一年左右 期间张神英的儿子也渐渐接受了江京俊 这位热情的叔叔打动了郑安 两人决定重新组建家庭 在二人婚礼前发布的视频中 江京俊还是一个友善的父亲 他会亲切的同郑安交谈 给他温柔的陪伴 婚礼前 张神英给郑安写了一封亲笔信 信里回顾了郑安的成长垫滴 未来他的叔叔会填补他父亲的空缺 他还补充说 我们郑安永远不会是一个孤独的孩子 郑安似乎也感受到了 张神英和江京俊的诚意 郑安在自己的家庭介绍中写道 在家的大老板是我妈妈 我是第二个 我叔叔在后面保护我们 在两人的共同努力下 他们还是成了三口之家 2018年7月 在许多人的祝福和泪水中 结成一家人的三人 在同床一梦二 你是我的命运下车 当时播出时 郑安用爸爸的称谓来称呼江京俊 可见郑安和江京俊的关系非常亲密 2019年9月 张神英诞下二儿子郑友 三口之家升级为四口之家 在江京俊和张神英出演SBS同床一梦二中 江景俊充分展现了自己爱妻爱子的一面 据悉他向张神英求婚的戒指 也是自己设计的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戒指 因此备受韩国网友喜爱 2022年6月 江景俊带着二儿子郑友特别出演了 KBS亲子总一超人回来了 2023年4月成为炒回固定嘉宾 但是在此次婚外恋争议曝光后 炒回方面相关人士表示 目前没有与江景俊相关的拍摄计划 之后的拍摄计划将会在此次事件完全解决之后再进行讨论 大儿子郑安客串出演的电视剧 高力气单战争方面 也表示会通过后期剪辑将郑安的戏份最小化 不过好在因为李善军事件在前 目前韩国的舆论并没有过度责备江景俊 而这件事情也很快在韩王赛克引起热议 让网友们大跌眼镜 当初信誓旦旦感动网友的可能出自真心 但这一次彻底私下伪装 不知道他是否还记得 当初张神英是穿婚纱时的场景 蒋经俊等待穿婚纱的张神英 镜头前比他还紧张 当时演播式的张神英哭了 一个女人一辈子只穿一次的衣服就是婚纱 但我再次穿上这件衣服这种心情 张神英的这句话 不知道戳痛了多少观众的心